在開始聽這影片之前呢 請打開你的CC字幕 這樣會有比較好的觀看體驗喔 話說 今天我穿了去年去參加 神奇寶貝路跑的時候 送了T恤 現在好像不能叫神奇寶貝了 應該要叫今年寶可夢 那為什麼今天要穿這件衣服呢 是因為我們今天 要來開最近正發售的 中文版寶可夢卡 嗨 大家好 我是Zeg6 YO 那這次要開箱的呢 首先是 首先是這個 太陽&月亮 G超起始牌組一盒 撞星雲集組合篇 Set A 撞星雲集組合組 Set B 那說坦白話呢 對於寶可夢卡 我算是真真正正的新手 我們並沒有辦法判斷 哪些卡是比較強的 雖然說我稍微研究了一下 好像大家想要收集的 還是 像是色違噴火龍啊 全圖莉莉愛啊 跟卡古蝶蝶等等的 中文卡片的好處呢 在地化 要玩起來也比較方便 之前我們去日本的時候 因為小童非常喜歡寶可夢 他也想要買寶可夢的卡片 來研究看看 所以我們就買這個 還要買兩組騎士套牌 還有這個 來 之前皮卡丘偵探的 特點的卡片 對我們也都是收藏啦 這一次呢 想說既然好不容易出了中文 我們就來開看看 到底 我能抽到哪些好東西 讓我的路坑之路 走得比較順利呢 我們就現在來開這個 騎士牌組 換這個視角應該比較有開箱啊 我們先來看一下 我們騎士牌組會拿到哪些東西 首先是一個 這應該算是檢疫規則加場地 我再猜 沒有 這只是檢疫規則而已 騎士套牌 跟傷害指示 中毒跟燒傷嗎 GX卡應該會放在最後面吧 感覺 先檢查一下它有沒有QQ的 通常閃卡都會比較彎 沒有耶 還它在中間 GX的 索爾加雷歐 不知道到底是好還是不好 只是不是閃卡 絕對有點可惜啊 感覺好像 比較強的卡 還是要閃卡 還會感覺到有種氣勢 那接下來就是重點了 先來拆這一盒 Set A 哇 我之前玩遊戲王的時候 都沒有自己人開一盒過 這個心情好不一樣喔 幹嘛一直蓋起來啦 翻 意外的發現它旁邊有卡表耶 好酷喔 第一包 打克萊伊 不知道算不算強耶 第二包 閃卡是霸王花 但是每一包都會附一張閃卡嗎 智灰星 看來應該是每一包裡面 都會附一張閃卡 中炎狼人 喔 看起來好像很強耶 但實際上就不知道 晚一點還是要自己去查 雷弓 怪力 喔 雷秋耶 哇 哇 蠻可愛的 但是雷秋的畫面裡面 怎麼好像有多雷姿 第八包 這裡面的閃卡是 蟹米 不認識 超假狂吸 不知道為什麼這張超假狂吸 特別的凹耶 仔細想想 我應該把閃卡跟普通卡分開來放 對啊 這樣才知道 等一下哪些卡要包起來 阿羅拉臭臭尼 代獸 夏馬多GX 小允欣 銀半戰獸 GX 目前開了應該有一半 差不多開了14包 現在還有16包 第一次開著盒 心情好好喔 這包裡面有兩張閃卡耶 卡普敏明跟頭雨霄 還有一包裡面附兩張閃卡的 好爽喔 碧莉吉翁 雷吉奇卡斯 巨甲舞者 筆克提尼 揪農炮蟲 蒲帕 多邊獸Z 多邊獸 現在叫多邊獸 以前叫3D龍我記得 蠻奇妙的名字 講得好像裡面所有東西都2D 只有它是立體的一樣 甜人美厚 GX 達克萊伊 藍堂花 看起來蠻可愛的 喔喔喔 五星團戰的烈空座 萊希拉姆 卡普摩摩 卡普系列有這麼多喔 然後這裡面是另外一張 智灰星 現在就是我們最後一包了 剛剛看了一下 SetA的封面怪是噴火龍 所以希望最後一包裡面 有噴火龍GX啦 那就來開智灰包了 屬性 空 SetA就這樣開完了 我原本想說 至少SetA希望可以抽到這個封面怪 噴火龍 但很可惜的沒有 但是每一張看起來都蠻帥的 而且呢又是中文 特別有親切感 感覺這樣大家以後 找人玩卡片遊戲呢 就比較容易搭人進來玩 這一次呢 就開到SetA結束就好 我打算把驚喜 留到下一支影片 大家可以去自己家附近的全家貨7 詢問店員還有沒有剩補充包 然後自己去買來開開看吧 重新叫做A結束 我打算帳 很可惜 在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